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快乐 笑口常开 其实为什么这么迟 我还要和大家拜年呢? 中国人有句话 有心就不怕迟 十月都是拜年时 这句话几时都合用 即使迟了 但是如果你有心仪的对象 有心仪的另一个人 如果你在农历新年或者情人节都没有和他联络过 不妨借助新十五之前 就要和他拜一下年了 要和他多点联络了 最好呢 最好约到他出来 起码都给对方一个信息 希望对方有没有回复 如果对方没有回复的话 以毒不回代表什么呢? 这个常识 不用我说了 最好约到他出来 现在好些了 因为连限聚令都已经开放了 无论是主题公园也好 可以开回 我自己鼓励 如果你和对方的关系都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清楚 都不是很确定和对方的关系 或者你不肯定和对方发不发钱的话 去主题公园 特别是海洋公园特别有帮助的 原因呢 我之前的影片都说过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或者呢 约出来看一场戏 对方呢 看看有什么反应 如果他什么理由都好 说忙也好 看了也好 如果他拒绝你的话 那就未必是对戏没兴趣 或者对食肆没兴趣 可能是对你没兴趣 其实就可以不要约对方 这些招数呢 我就称之为被动式主动 其实几时都可以用的了 几时都可以用的了 因为呢 约出来八年 约出来见面 都是一个很正常的活动 尤其是呢 刚刚过了限制令 刚刚可以 晚上都可以有地方吃饭 看一场气色吃饭 非常普通的社交活动 這些藉口幾次都可以用 什麼都可以 不一定吃飯底氣,去海洋公園也可以 珠泥公園也可以,商場show也可以 去赤柱行下,行山看紅葉 或者我看到經常在街上有人拍照 有人在拍那些花,不知道拍什麼 照花的人我不懂 也可以 如果他有興趣可以約出來 固然就好了,相信大家都可以 或者有機會進一步發展下去 如果他約不到出來,他告訴你 沒有興趣,又告訴你 沒有空之類 你要判斷一下他還約不約對方 如果你都是用了所有理由 這個女士是特別的 女士特別要聽 如果你是女士,你已經用了不止一個方法 約對方出來,男士 都是沒有反應的 對方都是什麼都說沒有興趣 什麼都說不夠時間的話 什麼都說沒有時間去做的話 最後一招 我教大家的最後一招 你想約對方出來,但又不想做主動 我稱之為被動式主動的最後一招 之前那些可以用完 吃飯、看電影、行公司、行商場 各樣各樣各樣 再不可以的話,最後一招 就是告訴對方你想買手機 或者買電腦產品 PINTA也好,主機也好 喇叭也好,什麼都好 段股應該男士對於這些電子產品 照計都不是很難的 周圍都找到,上網都可以找到 如果他,因為通常你留意一下 你走一下黃金或者這些電腦商場 十至八九都是男士來看 很少女士行的 如果男士這樣也沒有興趣的話 這樣他也說不懂的話 其實他不是對戰子產品沒有興趣的 可能真的對你沒有興趣 如果真的你都判斷對方對你沒有興趣 那就算了 正所謂有一種幸福叫主動 也有一種幸福叫放手 但是這種放手之前一定要先見機於主動 先主動 被動式主動 或者我剛才教你那招 不妨跟男士講一下 朋友說有個好看的 朋友說有個地方好吃 有些餐廳好像很好吃 那些食物 或者有些商場秀 或者有些紅葉各樣各樣 如果他都沒有反應的話 最後一招電腦產品都沒有用的話 都不行的話 那就算了 可能真的要放手了 那就沒辦法了 那就找另一個吧 沒什麼所謂 在這個農曆新年 不妨主動一點 或者用一招被動式主動 去約你心疑的人 特別是女士 特別有效的這一招 OK 先說到這裡 如果你有看開我們的影片的話 那就麻煩你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第一時間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影片了 下一次再講一些 量性關係 如何主動弱對方的一些小技巧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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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meltin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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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